时间来到元朝末起 一场连续20天的大雨 导致黄河先后在白毛瓦金堤绝口 而元政府做了什么呢 他们任由大水淹了老百姓整整6年 4年后黄河在吉英绝口 又过了两年 大水向北方死灭 淹没了岩场 没过了金航大运河 这才让元政府重视水患 最终在1351年4月 水利学家贾鲁被维以重任派去治理水患 然而次月 红金军起义就爆发了 韩神童等人在贾鲁开凿黄陵港前 凿好一个独眼识人 并在背后刻上 没到识人一只眼 此物一出天下反 这是四个字 提前买入黄陵港 等到开工时 民众挖出此识人 纷纷信以为真 消息传遍大河上下 人人皆言 蒙古气数已尽 此时一出天下响应 不出五个月 在贾鲁治理完黄河水患之后的同时 包括参与治理水患的民众 就让红金军的队伍达到了十万人以上 要说这些政府也治理水患了吗 也开始寻求补救的办法了呀 那为什么民众还能做到一边治水 一边造反呢 原因是这场治水行动原政府动用了近二十万劳工 结果却没给他们结算工钱 甚至为了喝拢嘴口 放水淹没了淮河流域的大片耕地 本来参与治水的农民 本身已经是在水神火热之中了 又看着自己的耕地被大水淹没 生活的根本都没有了 治水没工钱 甚至有的连饭都没得吃 吃的是治水时通出来的黄民 你说他们能不反吗 那么这个时候正好有个人 他打着自己是宋徽宗第八世孙的身份 号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一起反抗 在这样的前提下 即便这口号的祖宗再不堪 那毕竟也是汉人 所以韩慎彤他便能一呼百应 让他们心甘情愿的追随 但造化弄人 就在一次韩慎彤等人起义军宣誓之时 原地方政府突然派兵镇压 导致韩慎彤当场卑捕牺牲 他的儿子韩离尔被官兵冲散 直到四年以后被刘复通请回红金军内部 拥立为帝 韩离尔便以宋徽宗第九世孙的身份 立国号为大宋 再往后就是朱元璋的故事了 不过红武大帝不是咱们这个系列的主人公 让我们继续我们的朝鲜半岛认爹时 高黎自从蒙元干政之后 高黎境内的世家大族们都在倚靠着元朝 疯狂地兼并着高黎境内本就不多的土地 私有农庄遍布高黎全境 权力内部也是争权不断 王位更迭频繁 而且沃寇也频频骚扰高黎边境 高黎统治者即便是连同蒙古大军 也未能解决沃寇问题 直到贾鲁治理皇后水患的同期 新生人的高黎公民王 他迫切地希望脱离蒙古的控制 于是在1356年 在大陆红地军起义爆发的同时 高黎公民王趁机攻陷元朝铸高黎大师馆 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元朝的甘蔗 只保留了在形势上与元朝的综合关系 接下来他将大刀阔斧地准备整顿 高黎境内数不胜数的土地兼并现象 很显然他没有成功 甚至因为他的一切的操作 严重恶化了他与元朝爸爸的关系 高黎境内的世家大族们 也对这个新王虎视眈眈 不得已把高黎公民王 为了缓和与元朝的关系 在元朝向脱多向高黎征兵讨伐张世成时 调两万三千兵力相助 后续这些人马被张世成大败 紧接着张世成投降蒙古 这些残存的兵族被援军留下 继续讨伐红金军 也就是在这儿埋下了红金军丑视高黎的种子 直到1359年元胜地位的躲避 红金军要求高黎在激州岛修建行宫之后 彻底点燃了红金军要攻打高黎的火焰 于是在1359年年末 红金军一路进攻高黎杀到了开京 公民王向南逃跑 最终因为恶劣的天气 导致红金军中不少士兵冻伤和冻死 高黎全境上下 倚靠天使全力抵抗 使得红金军惨暮 三百余人不得不退回鸭绿江 一个月后 红金军虽然又派遣七十多艘船 从海陆进攻高黎西海道 但又被高黎成功抵挡 高黎以为天实在我 军民上下一心 王国之士已经荡然无存 然而温寇却趁着高黎混乱之际 频频骚扰 同年11月 红金军第二次进攻高黎 高黎前后受到夹击 贡米王不得不南逃到安东 这次逃跑 贡米王给高黎绝好了坟墓 因为他这次将会启用 李承贵前去抵抗红金军 也正是因为这次决定 给了李承贵扩大实力的机会 几个月后 红金军被高黎军 撵出了朝鲜半岛 4月 红金军所剩人员在辽阳 被援军西树击破 至此 北方红金军随着刘福通的战子 张世成的祥缘已然瓦解 而另一头 朱元璋已经继承了郭子清的地位 所以北方红金军的核心人物 韩令儿只好南下头问朱元璋 此时的高黎 在请求蒙古共同驱逐红金军后 又恢复了对元朝的宗帆关系 而此时的元朝皇帝 还在因为高黎公民王 此前的屈原行为很是不满 硬是要另立 公民王被押在元朝的唐叔 即刻尚未成为高黎新王 最终因为高黎上下一致队员 才使得元朝恢复了公民王的王位 然而再被收到高黎上下拥戴的王 在重新恢复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后 似乎是被过往的历史磨平了棱角 他已然不是曾经那位历经屠治的王了 高黎的末尾 跟朝鲜半岛往期的历史一样 都出现了荒唐的现象 在公民王他最喜欢的女人离世之后 他将很多军机大事交给云还俗的和尚打理 新敦为了得到平民阶层的优待 他用武力手段 把大量豪翔的庄园掠夺 封给平民和穷人 受到大量百姓优待的新敦日渐膨胀 加上表面功夫做得好 让公民王误以为新敦是一个干实事 不好色 不贪财的清官形象 更是给予他可以随意出行王宫的特选 从此新敦每日以国王一趟进出王宫 甚至兴趣高涨时 他还穿着与公民王一样的衣冠 在王宫内兴奉作浪 交易走漏竟也传到了袁廷 袁朝廷认为新敦是高离王权的突破口 便私下与新敦往来密切 为新敦的谋反煽风点火 好在公民王及时醒悟 处理了即将要造反的新敦一众 新敦被人也弱得个被肢解的下场 新敦死后 之前一系列大道阔府的改革戛然而止 与此同时朱元璋拿下袁大都 一片是要改天换地的景象 公民王果断的选择了七元归名 使用大明侯五年号 成为了明朝的附庸国 此时的天下分别是朱元璋刚刚建立的明朝 和大势已去的北原政府 以及政权岌岌可为的高离 朱元璋从来没有跟高离有过战斗经历 只有少许北边红军军的残部 曾与高离军队有过恶战 在北红军军当年与高离的殊死一战中 除高离军队外 高离平民不论妇女老幼 个个手拿洗衣抱回参战 不知道高离棒子这个称呼 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上 是否与这个时期有关呢 还有一点 在高离成为明朝的附属班后 高离向明朝竞贡的队伍里 也不缺史棒的杂役人员 不知道高离棒子这个称呼 是否也与这有关 虽然我们已知 棒子这个称呼被平凡使用的时期 是在日本占领朝鲜半岛之后 但我们也不难能感受到 这个称呼似乎要远久于这段历史 下一期呢 高离的灭亡 李朝鲜的建立 明朝对朝鲜半岛的影响 将会正式登场